我的名字叫孙夜 在紫密夫呢 大家叫我莫莉卡 我是在马年出生的 按照中国人的说法呢 马年出生的人踏实 勤奋 但又不忘记梦想 我小时候在无锡长大 是我的外婆把我带搭的 无锡是一座美丽的湖滨城市 有两千多年 那时候我的父亲在辽宁当兵 我的母亲在安徽工作 也许就是因为家里的原因 我从小就非常独立 我记得九岁的那一年 我一个人坐船 从上海到大连 去看望我的父母 在船上待了两天的时间 十年以后 当我加入了北大车协 我也有幸 参加了一次从西安到敦煌的自行车骑行活动 历时三十多天 两千多公里 这一条路现在被大家叫做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本身已经淹没在历史长河当中了 那现在更多的是中国通向世界的一个窗口 在三十多天的骑行当中 同学们吃住在一起 骑行在一起 我们在这条路上 感受到了相互支持的力量 我相信这种守望相助的力量 也是支持我在未来的路上走下去的一个动力 我最喜欢的读者 在北京大学 是一个美国的读者 叫做Elizabeth Buhn 她教了我 讨论选择选择 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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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加入了 Herbert-Smith Freehills PRC Scholarship Program 她影响了我很多 和我的关系 关系的专业的商业 和各种各种各地的環境 我们中国人 我们经历了一段时间 去理解辩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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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不是很多关系的中国人 比较选择选择选择 很多人都不知道 在最后拥有关系的地方 一家人会认为 發展的冠军 2008年 中国人 比较关系 比较重要的 我有遇到 私在這裡 我在想 我從來 從來 我從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